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窗户未开 香的味道太浓了些 是你吗 琴珂 上次在街头动了手 是我势力在先 这杯酒 就当是我对你的赔罪 你 你又说了 喝喝喝 怎么回事你啊 走 走 走 对 就是在咱们做的 喝喝声吧 喝喝笑了 说吧 坐 雨晴 雨雪鸡 来 停 好 开玩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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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容 你看没看那个杂耍呀 多有意思呀 看一双漂亮的 晓荣 这明月山庄这么多碧云 你干吗害自己亲自动手泡茶呀 那哪行啊 夫人 这是您最爱喝的果茶 里面设计了十几种原料 一粒睡条 口味也会出现偏差的 我能把这些下人给您泡的 您喝不惯 便亲自去茶水房 按您的口味给您泡了一会儿 我就知道你这孩子呀 最有心了 住在你们李府的高小姐 和蔡霜是否有私交 世子这话什么意思 我刚才似乎看见 她鬼鬼祟祟进了茶水房 可当我赶过去之后 却不见宗武 只有高小姐一人在 这蔡霜也来了明月山庄吗 我也不太确定到底是不是她 但从身影判断 倒是有七八分相似之处 来 一二三 谢了 李倩 你干吗去啊 来 坐我旁边 李倩 刚才过去那是芊儿吗 怎么那么着急啊 不会有什么事吧 官居 去打听打听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是 快去看看 妙容啊 快过来坐 芊哥 芊哥 别叫了 就是叫不哄容也没有用 这里除了你和我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 你要干什么 剑主冰雪聪明 岂会不知道 我要干什么 难道是这个乡有问题 我劝你别做蠢事啊 你要是现在离开 我就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你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 后果自负 当日要不是你设计抓捕 我能落到这幅田殿吗 一百军鬼 我当场就断了一条腿 我能有今天 皆是拜领先所赐 夫妻欠我的 我要十倍 百倍地还回去 江南郡主 走开 你这种乖乖地受着吧 退开 好 记住啊 别白费力气了 卑鄙 卑鄙 我要是卑鄙 你这叫银枝玉叶 我如何能一起方策 冷静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蹲马步 是练武的基本功 也是锻炼身体关键的一步 把所有力气集中在腿上 小姐 夫人 不好了 不好了 郡主在客房出事了 郡主 郡主怎么了 有外难误闯 说什么呢 郡主的心愈也是你一个婢女 可以诋毁的 闭嘴 还心不够丢人吗 真是 快跟我去看看 夫人 习武了这么久 一定不能慌 以前教了我这么多 我 我一定可以的 我来了 快 走 宝宁 你没事吧 没伤到哪里吧 我哪有什么事 你没见过把她打那儿去了 我看到了 我们家宝宁啊 是最厉害的 这 好 哄我哪儿 哄我哪儿 谁哄你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次全靠你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 这事啊 都赖我 没有及时地在你身边保护你 行了 坐坐坐坐 我被药明的头疼我要喝水 收到 夫人 听说郡主出事了 不知出了什么事啊 那个 郡主就是身体有些抱恙 然后正在休息 李谦她在里面陪着 夫人 您不必担心 郡主是不是不舒服啊 那我得进去看看 夫人 那 那个 要不您请回吧 我在这里呢 我 夫人 没事没事 咱们啊 还是去燕客厅等着吧 没有大事 我也得进去瞧瞧呀 郡主不舒服 我总得看看呀 夫人 这客人都到齐了 就差您了 咱们呀 还是赶紧去燕客厅吃饭吧 夫人 请 郡主要是有事 可一定要记得告诉我 好 我都担心死了 没什么大事 大家都赶紧散了吧 哎 哎哎哎哎哎哎 你 你来干嘛啊 郡主没事吧 郡主能有什么事啊 无非就是一时得了疾病 不方便见客 自有礼仙在里面陪着 至于呢 那些外人们 就不必再打扰了吧 郡主能有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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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非就是一时得了疾病 自有礼仙在里面陪着 至于呢 好 行 好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不是 你们董家怎么摆得宴席啊 菜双混了进来 想要加害郡主 幸好人家李倩及时赶到 这混账祸胎 如今在何处 被他撑乱给跑了 要我说呀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 只赶快把这事情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否则就于李倩 对郡主的爱护程度 你们董家要是不给个交代 还是要大祸临头了